不过年节将近也要提醒大家 小心不要吃太饱了 有一位28岁的瘦小女性 在火锅店就狂K吃太饱 结果送医急救 医生用了静脉注射 胃食道引流出了三公升的液体 这医生说这名女性 是因为及时送医 才逃过一劫 从X光片显示 这名吃太饱的女性 整个胃扩张撑满了腹腔 情况很夸张 这是马街医院急诊室的一个病例 整个的一个肚子 全部都被这个膨胀的一个胃所占满 以至于他腹腔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像肠子啦 子宫啦 还有肝胆的一个部分 都被挤压到旁边去 这名在吃到饱火锅店 边吃边聊天的28岁瘦小女性 胃很小却吃太撑 她吃了很多火锅料 丸类和涮肉片 医生怕到胃撑破了 紧急用鼻胃管引流处理 治疗八个小时之后 我们总共引流出了一个 三公升的一个食物 不过我们相信 这个三公升食物 只是他胃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 不要小看吃太饱 这种急性胃扩张的情况 如果没有及时的加以治疗 会引起胃坏死 胃破裂甚至死亡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 其实大部分都是 需要到紧急的开刀 那我们的这个案例是 因为他刚好 就医的时间很及时 所以没有措施了 这个治疗的一个黄金时间 一是建议民众饮食要先喝汤 再吃青菜 第三才是吃肉 每一口都要咀嚼三十下 吃七八分饱就好 而这名从鬼门关 逃过一劫的女性 受到了惊吓 不敢再吃到饱了